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约上帝的话语如同全人甘露般 滋润你我的心房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 《以西结书》32章 章人牧师曾经在5月8号 跟大家提过25到33章 是神对以色列临邦国家的审判 先知以西结 以四个程序的结构方式来呈现 序言神的控告 神的判决还有国家的结局 在32章中 法老被比作少壮狮子跟海中的大鱼 不被驾驭的猛狮跟大鱼 但是后来却被神设下的网罗 巴比伦给缠住 埃及将要遭遇到荒废凄凉 列国因他的遭遇感到忧虑跟洪荒 即使法老这样的权势强大的埃及 也要全然扑倒在神的面前 我们知道在洪水泛滥的时候 耶和华仍然作者为王 以西结对许多邪恶的国家发出审判的预言 邪不胜正所有的罪恶在最后会被神审判 最终将成为和神心意的结局 这些预言也曾在警告百姓说 唯有神掌权一切 神有主权 亚树、以兰、米瑟、土巴、以东 北方的王子跟西顿伦 称霸于昔日世界的帝国 他们在经文的共同点是 尽管他们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 极为厉害、勇猛 但是后来却和下坑的人一同躺卧在 被置于阴间 他们都被列入为邪恶国家的名单当中 因着与神的百姓征战而被审判 按着自己所犯的罪孽被罚 在坟墓中 所有与神为敌的都在审判中被定罪 即使是强壮的巴比伦 最后也在神的审判中 在劫难逃 上帝任凭埃及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 不久也将与被杀的人一同躺卧 后来巴比伦帝国的兴起 最终在神的手中都要灭亡 从这一切历史中看到 凡事都有神的质疑跟作为 神要埃及和列国认识他 直到在君王之上仍有 以和华掌权 弟兄姐妹们 现在你们是过了安逸放纵的日子吗 是不是有顺服神的心意呢 还是与世人同流合污 过着得过且过的日子呢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以为自己拥有了什么而开始骄傲致满 要知道有一天凡不合神心意的 不合招的权柄越大 带来的腐败就越大 横跨欧亚非山州的亚历山大 他在30岁时已经创立历史上最大的帝国之一 他一生没有藏过败机 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军事统帅之一 但是当他离世之前 他发现到自己虽然曾经刺诈风云 最后却两手空空的 什么也没办法带走 神很早就告诉我们 没有跟随神 按着神公益自己的国家 不管如何强盛 最后都必将归于无有 我们需要形成自己的生命 是否定睛在神人身上 否则无论多强大的强权 也需要强服在神的权柄 因此专心仰望跟随神 是最重要的事情 也是唯一的选择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祂爱天父 让我们能够单单来寻求祢 因为我们知道 能够改变人心的 不是政治上的法令 乃是 主我们需要在祢的面前 诚心的悔改转向祢 因为祢才是能够真正改变人心的神 主让我们定义的仰望主 让我们定义的跟随主 让我们专心在祢的面前 走这一条不回的道路 我们这样祈求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